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大家好,今天我們的專題是這個腳輪最後的一個步驟 就是這個輪子,還有這個煞車片 把它玩長 這個步驟應該是比較簡單 我們前一陣子做這個煞車壓板 這個地方就是比較麻煩 好,我們一樣 看完這個外觀大概的配置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儲存 看一下,我們今天將這個兩個圖檔全部把它集中在一起 比較節省時間 我們來先看一下這個輪子 這個輪子啊 輪面 它是R125 也就是它有弧度的 但最大直徑是50mm 接下來呢 這個地方 是20mm 它有突出來 是 兩邊各突出1mm 最大直徑是30mm 然後中間這個是28mm 那這個 這個輪子 其實它也有分兩種 一種是像這一種的 就是陽春的 它沒有 培鈴 那另外一種 有培鈴的話 就是這兩個部分 它裝培鈴 當然培鈴 價錢就比較貴了 那我們今天做的這個就是 比較陽春型的 它沒有培鈴 就是它只有塑膠 塑膠輪而已 然後中間就一個 連心 這樣子而已 這是比較簡單的 那看完這個以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煞車 煞車片 它這是一個L型的 一個煞車片 它的寬度 7.5 它上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L型的 一個架子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 用這個地方來摩擦這個輪子 整個尺寸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了解一下 我們等一下畫的時候 再一步一步來參考這個尺寸 好 我們將這個圖桃 我先把它印章起來 我們一樣 這個檔案先把它關掉 我們重新設計 開新檔案 零件設計 確定 我們先畫輪胎好的 我們先畫 用前幾指面 好 用前幾指面 找得繪製 智 智慧形式正好 集合堅果線 我們先畫 這裡先畫 好 再畫一個 好 好 我們給它一個尺寸 這個地方 30 那這個地方呢 28 我們再用一個 3點定弧 再加一下 好 這樣子 做得繪製 尺寸 這個地方 125 然後 這個地方 8mm 這個地方 20 然後 然後 我們現在 現在這一點 智慧性尺寸 這一點 這邊是50 這樣不必要的 先把它修掉 好 然後 這邊 我們先給它一個圓角 還有一個圓角 還有一個圓角 兩迷你的 就是這個角 好 接下來還有一個 倒角 0 0.5 是 0.5 那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 好 好 接下來 我們就直接 哎 我眼角 怎麼沒有走 確定了 好 接下來我們用 關閉 旋轉能不能做 旋轉軸 這個地方 旋轉 草圖 切點 不能做 好 沒關係 我們 將這個草圖 草圖 不必要的把它修剪掉 好 那我們再做一次 旋轉天條 旋轉軸 旋轉軸 這個地方 不要鋪圈 透震 好 確定 這個輪胎 就已經做出來了 這個輪胎呢 可以用黑色 也可以用紅色 用黑色的 也可以 用紅色 也可以 用紅色看起來比較亮麗 可以啦 OK 站著用紅色 好 我們把它存存檔案 檔案 我們看一下 輪胎 輪胎 這邊 輪胎是D 還有一個F 我們就暫時先把它起敵 就好了 轉檔 好 我們這個把它關掉 接下來 我們還是一樣 一個心靈鍵 確定 選擇 前機子面 一樣 選擇幾何建構性 好 我們用 我們用 狹草 攻擊 來看 這個 智慧性磁場 這個地方 7.5 我們要給它一個 尺寸 那 我們要給它一個 然後我們這邊 然後我們這邊 看一下這個尺寸 這個地方 3mm 這是7.5 這個也是3mm 3mm 最後一尺寸 然後 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也是3mm 確定 然後呢 看一下 23.16 在這個切口 然後這個切口 是5mm 這邊是2mm 2mm 3.16 也就是說 中心劑 3.16 就是 這個地方 好 它現在用 23.16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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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智慧性磁場 這個地方 2mm 這個地方 5mm 好 這個地方 這個尺寸 這樣就 出來 然後 我們將不必要的部分 修剪掉 我們用 角攻擊 好 這個是 這邊 不要用R2 這R1 R1 好 這樣就好 接下來 我看一下 總長度 我們看它總長度多少 3 3 35 它3號 3長 給聽深度 另外一件 35 好 接下來一樣 從這邊 長到突然 出來 出外顯示射 到 2mm 看一下是不是 這邊2mm 這邊是 27 41 啊 兩個看 然後 導線 最大 重新再改一次 現在改成33 哪一個部分呢 下面這個部分 確定 那這個 煞車片 煞車板這樣就完成 一樣齁 給它一個顏色 這個 一樣齁 各片齁 一樣齁 把它存檔起來 檔案 另存新檔 我們這個零件呢 是什麼名稱呢 應該是F吧 看一下 最後一個F 我們就把它打一個F就好 接著呢 我們 就 從零件 開出檔案齁 從零件產生 組合鍵 然後我們 插入哪一個零件呢 我們用瀏覽 我們從這個零件開始 建立齁 我們從這個零件 起來 可以 這個組合鍵 跑進來了 好 沒關係 我們先將這個組合鍵齁 先把它 看一下齁 看怎麼重齁 好 我們先把它這個 關閉 這個更加 就全部取消掉 就可以看了 這 已經有沒有 好 成功 2號的存檔 我們把它關掉 這個也是一樣 把它關閉 這個也是把它先關閉 同樣我們開出 開啟新檔組合鍵切點 我們瀏覽 從哪裏呢 我們這個檔案 是不是已經有做出來了 看一下 對 好 這是第一個檔案出來 接下來我們再插入 現在是 現有的零件 第二個零件呢 是這個部分 一樣一樣先把它結合起來 我們選擇這個 接下來呢 我們選擇 看這個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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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刀 我們要做的 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要做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再插入一樣 線條的連線好 第三樣是這個 開啟 一樣我們先把它結合在一起 我們選擇這個面跟這個面 在一起 接著我們選擇這個圓跟這個圓在一起 接下來 我們選擇哪一個呢 我們選擇這個面 跟我們這個面結合在一起 現在這個應該可以轉 接下來 再來 我們再插入 線條的零件 我們浏覽看一下 插入輪胎 結合 選擇這個軸 跟這個軸 結合在一起 然後 然後 這個面 跟這個面 跟這個面 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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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選擇這個面 跟這個面 當然 然後 再插入 現在有零組件 哪一個呢 就是這個煞車片 結合 我們先將這個煞車片跟這個煞車片 結在一起 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這個眼孔 跟這個眼孔 黏在一起 接下來 我們讓這個跟這個相切 這樣我們煞車就可以動 煞車就可以動 然後呢 這個也可以轉 整個 整個結構都已經出來了 我們用一個暖色之外 這樣就看起來 才不會那麼 那麼 那這個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結合 這是這個面 這是這個面 這個地方 要調整成 情節結合 角度呢 我們先看一看 如果是3度的話 差不多 如果是6度的話 最小的0度 最大6度 我們試試看 嗯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 它可能有點太長 我們這個地方 把它開起來 我們再改變一下 尺寸 好 開啟零件 這個這樣 突出太多了 這個地方 看一下 編輯尺寸 這個地方 它突出 6 我們把它改成4mm 確定 保 確定 確定 營養 關閉 是 那這樣子 這邊 就不會干涉到 整個這個凸顯 就可以轉 也可以刹车 这个是一个标准组合键的一个做法 那机械设计其实都是一样 你如果要设计的机器要精准 你就是每一个零件都要到位 不能模拟两可 万一有模拟两可就可能会产生误差 那么这个误差下去的话 有时候修改会很麻烦 所以你每一种零件就必须要达到它的尺寸要求 那么有的市面上的尺寸可以给你 可是有的尺寸它只给你重点尺寸 比如说像这一种轮胎 轮子它给你什么呢 它给你四个孔位的尺寸 然后再标一个高度给你 离地面高度这样子 其他的它大概就不会给你的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锁上去以后 像这个有角 对不对 你360度转下去 这个地方是不是会干涉 这个就要很注意的 因为它尺寸没有给你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机械设计当中 你必须要全方位注意 它才不会产生事后干涉 然后再修改尺寸 所以说有时候市面上给我们的尺寸 有时候它只是重点尺寸给我们而已 那你如果在设计当中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那你就是必须要整个图档自己建立起来 今天我们这种示范图档就是给各位参考 万一比市售的零件它没有3D图档给你的话 那你怎么办 你必须要自己建立 你就是按照我们刚才给你的这种方法 一样一样一样把它建立起来 然后存起自己的档案 这是一种累积经验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资产 你必须要自己动手去建立起来 好 我们今天图档示范 就到此结束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OK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几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在Sullyworks 3D绘图记早上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教学相长看得越多写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哦 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